最后的话我们把它改成那个筛选 所以最后的话 刚刚那个程式在这边 当然你可以写成这样SalesK列的G栏 那你也可以写成Range 其实写成这样也可以 Range G的哪一列 这两个叙述方法其实结果一样 看各位习惯哪一种叙述方法 那一般的话配合回圈都用Sales 如果不配合回圈 其实我通常会用Range 会比较多一些些 OK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筛选 那你会发现筛选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这几行 总共其实就是三行程式就完成了 那基本上这三行程式做了什么 所以第一个当然我们就是在底下 再增加一个叫班级底线筛选 那我们呢一样就建一个那个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 其实清除部分是一样的 所以把资料先清空 那再来做什么呢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 先做筛选 那筛选的话呢 就像我刚刚游标放A1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有个资料 按下筛选 然后筛选的话你把比如说一般筛选过来 其实这边假设 如果你希望这个条件 跟这边联动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什么 写一个写一个程式就OK了 那程式其实也蛮好理解的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 跟他讲说 我要筛选的范围跟你讲一下 所以你一样给他一个范围 那范围的话呢就是A1 一直到哪里呢 到1的12这个范围 点后面的话呢 加一个方法叫AutoFilter 所以你打一个Auto AutoFilter其实就是筛选 那他会跟你要几个参数 其实就两个参数可以 第一个是哪一栏 你要查哪一栏 我要查第一栏 你不能给A啦 这要给数字 第二个的话呢 给我一个条件吧 你要找什么 我要找这个 哪一班嘛 我哪一班的话在H2 所以我的条件呢 基本上在H2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我跟他讲Range里面的H2 那你去找找看 好 那你找到之后的话 理论上就这样 就是说他现在是二班 那有点像是 他那一行执行完之后 那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二班 OK 那我要把什么呢 我要把你现在得到的东西 帮我call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的话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G5的那个储存格 所以那个范围 当然我现在的范围不是全部 我是从B栏 因为我A栏不需要 那我上面的姓名这个不要 所以是B2 一直到E12 点Copy 那点Copy的话 也就是说底下 这些这个范围资料 帮我call到哪里呢 call到那个Range 的那个G5的这个储存格的位置 所以你就打一个G5 然后最后要恢复 因为现在的筛选 假设你要恢复的话 那当然理论上你可以 资料里面按一下筛选 那这个动作的话基本上 在那个VBA程式 其实就很简单 就只要把这个 加一个Auto filter就可以 也就是你按这个是给条件 再按一下的话呢 等于就是恢复了 所以其实主要这三行 这样子我们筛选的程式呢 就写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这个写完之后 我一样在这边再增加一个叫筛选 那这边的话呢就指到那个筛选 那这样选一般之后 按着筛选 你会发现他就帮我先筛选一般 然后call到G5 再恢复原状 那你会发现 那老师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筛选耶 其实因为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电脑太快了 所以让你看不出 其实他是有筛选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三行程式 资料就过来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Auto filter 再加上点copy 非常万用 而且非常好用 如果你要做查询系统的话 其实光这两个指令 就已经很足够用在很多地方做查询系统了 只是说你要懂得怎么样做一些变通 那当然最后有同一问 老师那可是很麻烦耶 每次我要点这边 还要按一下按钮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按按钮 他会自动去work 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刚刚那一题 我们所做的动作 再做一次 所谓的事件驱动 什么叫事件驱动 就是说呢 当这个工作表 当这个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有没有 这边有个sheet1 就是他 被怎么样呢 被change的时候 change就是这个 把selection change删掉 那判断一下呢 它的储存格 是不是h2 如果是的话呢 那我们就呼叫 看班级还是筛选 所以呢判断一下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被变的那个 初生格 target 点什么呢 点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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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address 位置 如果是 那这个地方 比较特殊 记得要 仅h-2 这个地方 一定要加 这样的一个叙述 因为他 address 里面出来的 这个规则 一定是要前后 蓝跟列 前后 前面都要加上前的符号 那end if 如果呢 他这个地方 是h2的话 那我就call什么 call班级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边的话 你帮我再去呼叫班级 那我就不需要按按钮了 好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这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 跟这个 把它剪掉 剪下 拿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 点一下 二班 二班就ok了 那为什么这样 也就是说 当这个工作表 怎么样呢 它里面有变动的时候 那检查一下 是不是h2 如果是 那就进到这边呼叫班级 ok 所以其实以后 你们也可以这样做 那就不需要按按钮 按一下 二班 那你会发现 target.address 里面就放这个 前的符号h 前 然后二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呼叫班级 那同样 如果你要呼叫筛选 可不可以 你就把这个call后面改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 因为这一期课程 主要还是讲基本的部分 所以后面其实 班级查语 这其他 大家还可以 比如说 利用V的函数 等等的 或者甚至是 把它增加那个新工作表 不过 当然那个跨工作表部分 我主要还是会 放在进阶课程里面 会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所以啊 如果你假设 对于那个进阶课程有兴趣的 我建议你还是 先把初阶课程先学好 那最后因为 刚好我们今天 是最后一次上课 然后 疫情好像也 好像 看起来好像渐渐的 又有点严重 所以我们远距上课 相对的 会是比较好的 就是比较不会有 染疫的风险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 不足之处 就是说 因为比较没办法 就是现场互动 所以感觉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大家的学习情况如何 那没有关系 反正我上课 还是有把它录影下来 所以假设 你有些细微的地方 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那因为呢 YouTube下方也可以留言 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 让我知道一下 那当然理论上 最好是还是要实做 而且理论上 应该是要交作业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实做 没有交作业 也不确定说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跟上 那当然有些人 因为可能没有跟上 或有问题 那 就会想放弃 不过我建议还是尽量 就是花一点时间了解 因为毕竟如果 在职场上面 不懂的这些方法 所以你要有效率工作 很难 然后准时下班 那也很难 所以相反的 如果你希望上班的品质 比较好 然后呢 可以比别人上班更惬意的话 那当然呢 我是希望说 你还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思考 而且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初切的啦 说真的 也真的没有 还有更困难的东西 那我是强烈建议啦 你活在这个 这个当 这个时代下面 你还是势必要把这东西学好 尤其是处理大数据的东西 更不要说AI的部分 ok 好 那最后不少的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还是说如果 之后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 各位 看用其他方式 让我 就是 在发问 那或者用email 可以 如果你有问题 我是建议 最好是 你可以把你的 那个问题 就是 比较具体化啦 或者甚至 你有没有画面 你要什么功能 你做不到 或者什么样 你让我知道一下 那我可以比较 快一点帮各位解决 你可能遇到的问题 那那个 进阶 他也是在东武啊 好像在 在 就是 119期 只是说进阶课程 不见得每一次都会固定开 也许 会 轮流开吧 因为我目前的话 总共 在东武有开三种课程 初阶 跟进阶 另外一个VBA到python 那当然 后续的话 有学习上的需求 也许再 再看看吧 OK 樞纽的部分的话 我是融入到各课程里面 只是说 樞纽 我在别的地方也有开一些 但又是不同的东西 只讲的方向不一样 不过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OK 那不然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然我们今天就 先讲到这里 那 感谢这个同学 这个 这个 八期 这个八次上课 那 这个 参与 那 那 一样 我会把 这个 课程一样 会放在 今天的录影也会放在论坛里 那 VBA 能不能加 枢纽分析 当然可以啊 而且可以 大量的去跑枢纽分析 绝对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一样 你要懂的录制聚集 再加上如何修改VBA 那当然可以就是全部把它包在 甚至还可以加很多复杂的东西 OK 不然今天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 OK 好 大家晚安哦